奥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对于这个深信净土 深信念佛 深信阿弥陀佛 分为其他类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第二 信佛愿 佛是指阿弥陀佛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在这个地方我再做一个重复提醒 这个佛是指阿弥陀佛 愿是指四十八元 就是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时候 曾经发这个四十八元 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奥伊大师要强调这一个呢 因为在四十八元里面 每一元都是饶着 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为中心 所以四十八元里面都是饶着 这一句阿弥陀佛为中心 那阿弥陀佛一展开 就是整个虚空发现一切万华 所以不仅仅四十八元 连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都是饶着这句名号 我今天会跟大家讲这个道理 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净土 已经很过深度去了解了 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整个虚空法界 连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都是饶着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换句话说 一句阿弥陀佛一展开 就是整个虚空法界 一切万华 同归回到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为什么偶一大师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说明这一桩事情 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桩 第二就是为我们说明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元 是说如同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就是告诉我们说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元 就如同像什么 一条大船 它能够运载一切万物 见虚空 便法寂一切众生 只要对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够深信 对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元能够深信 都能够帮助我们 抵达彼岸 换句话说 能够运载一切万物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 无论你这一生造了多少的业 只要你能够相信有四十八元 相信有阿弥陀佛 相信真的 阿弥陀佛不可适宜的功德 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运载 把我们所有的过去身中 所造的种种的这些不善的业 只要你能够相信这一条船 相信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 你就能够到达彼岸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上上根也好 下下根也好 只要你相信 它能够帮助你倒达彼岸 所以欧益大师在下面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无论一切众生 你有什么样的根性 念佛法门都能够包容 实起成就 这个实起成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帮助你能够成佛 帮助你能够了生死出三界 只要你相信念佛的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上根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那比方说 文书势利菩萨 上上根的五弦文书 或者一些法身大事的这些身份 无论哪一个身份 等觉菩萨也好 都能够得度 都有分 甚至于下下根 或者下至五逆十二的 已经要剁在五间地义 阿比地义的用身 都有分 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特色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只要你不怀疑不夹早 不间断 你相信 真的阿弥陀佛有方法帮助我们 所以大家很清楚 为什么文书普贤到位极乐 有方法呀 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特色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像净土这么特色给法门 其他的法门是没办法的 其他的法门是看什么样的根性 你才能够得度 比方说 我们看下面 佛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一般的经典 度众生 要看众生的根源 因为他的对象不等 不等就是说 他的根性不一样 比如说 华言 法华 华言 法华是对上上根之人 你没有上上根的 你是没办法去学习的 你是没办法 比如我们再看 佛在阿含经里面 阿含经的对象 是中下根性的 而上上根性的人 是不契机的 就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我们今天是小学 你要上那个博士班的课 有可能吗 是不可能 你请那些博士班的课程 的水准 来上我们小学的课程 但上不了 但是这个净土法门怪 非常难得 难得在哪里呢 我们看下面 唯独 唯独净土 三根仆贝 绝代云荣 所以 偶一大使 劝导我们 你要深信 佛愿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只要你符合 净土里面 最好的一些条件 就是你能够相信 就是你能够相信 你却愿 你不怀疑 人人人都能够成就 所以 这个是简单 从一个浅的角度来看 深的角度 我们就不用去讲它了 所以我们 对四十八言 有没有 丝毫的怀疑 我们是不是真的 深信了没有 对阿弥陀佛的四十八言 真的深信吗 如果你真信的话 你早就到西方 祭乐世界去 你还在六道轮回 这个是讲到 我们从深度来看 如果你真的 对于阿弥陀佛 对于释迦牟尼佛 对于过去 我们可能有闻到佛法 如果你真相信的话 我们早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不会再六道轮回 受苦受难 今生得人生 将来能不能得人生 也不一定 看个人的福报 所以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要明白 拜拜